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吴志洋 每周六下午四点与您在空中相会 分享各种新鲜事 让您周末下午轻松又愉快 不会再懒洋洋哦 大家好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周末喜洋洋了 今天大家是不是轻松愉快呢 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个见了面 就非常的愉快 我们会回想到很多在一起的往事 之前有一部电影非常流行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今天我要找的是 跟我一生好像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从小学七岁的时候就认识 到现在几年了 39年 39年太恐怖了 我才四十几岁就认识 39年 我们从国小就是同学 国中又同班 高中又同校 那后来虽然大家在不同的行业 这个在努力中 但是始终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 那尤其是我们在小学的那个阶段 国中的阶段 同学的阶段 几乎整天有朝夕相处 所以我其实今天也带着一个忐忑之心 不晓得它会不会来破坏我的形象 因为太多这个小时候的事情 这个一周刊追不到 他都追得到 而且可信度颇佳 也许有一些我自己都忘记了 不过我想人类一生 总会有一些特别有缘的人 那他陪着你长大 其实我们都是互相影响 有些东西是他影响我 有的是我影响他 有些事情大家共同经过以后 也会长大 就像电影里面 大家一起做的一些蠢事 或者一些新鲜事 那这个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记忆 最近也流行所谓的 所谓的熟灵同学会 就是意思说 其实大家到了中年 甚至老年以后 如果能够开个 学生时代的这种同学会 其实会让大家 这个回忆起很多 简单又快乐 又值得记忆的一些片段 其实让你的生活 反而更充实 不要说过了 人生过了大半辈子 把前辈子都忘记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也是跟我结下不解资源的 德风电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王志芳先生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其实我今天还怕 除了怕爆料我以外 我还怕了 因为他是 政大广播电视学系第一届 黄埔第一期的校友 今天让他上广播节目 有点搬门弄斧 所以没关系 我们在一起都不需要排演 自然会有插出很多火花 我们请王之芳跟大家问候 大家好 我是王之芳 目前在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 认识智阳 真的刚刚仔细算了一下 今年第39年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从小学对他的印象国中 我觉得待会一边聊一边看 也许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说 先跟我们自我介绍 您的 当然我们一起念国中 然后一起念高中 可是我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 念的是自然主 为什么你会变成 政大广电系的第一届高材生 这就是当初 你也记得我们以前 建宗那个年代 总是觉得说 进建宗就是要念自然主 然后当然有少部分 很坚持理想的 比如说现在某某委员会 然后就是说 我们当初就是会觉得说 除了那些坚持理想的人 大部分以外 你就是应该念自然主 万一你自然主 混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是去念社会主 对 当初大概有一个 这样子的感觉了 所以当初就是 那我是虽然有点混不下去 但是坚持着要死守着 在自然主这个阵营 所以后来大学联考考完 考得不理想 然后应该是在边缘 然后就也没有去交资源卡 就决定重考 受到一个高中老师的影响 他觉得我其实挺适合念 社会主的 我以前也是对文科 也蛮有兴趣的 英文国文 我就非常有兴趣 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我去念社会主 到底要考什么主 社会主也这么多话 到底要念什么科系 人类学系也可以 但是想说 好像不想再跟物理 数字 挣扎了 数学我倒是还可以 就是不想再继续挣扎了 那就想说 好吧 就在转念社会主 对 那时候刚好 政大新成立广电系 对不对 对 我们算是从 新闻系的广电组 分出来的 所以 我都叫小方 小方他就 跟我讲说 他考上 这个政大广电系 而且是第一期的 我就非常为他恭喜 因为我印象中的小方就是 温文儒雅 而且非常有人文素养 在我们班上 他是 我们班上 学号一号 因为他是我们内界的老大 就是生日最早 是 内界我们从 九月开始 他就 开始排 所以他是第一 他是老大 学号一号 所以长了个子又特别高 从小 人就已经够高了 那头又特别长 头型 脸型 又特别长 所以高的 这个要更正一下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其实有三个同学 除了我跟直扬以外 还有一个同学 我们三个人是从小学二年级 一直同班到国中毕业 那高中他去念了另外一个高中 然后我们三个人在 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三个身高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就是我已经忘记是几公分了 但是就是一模一样 但是后来就慢慢有了差距 对 你往高的方向 我往左右的方向发展 不过真的就算蛮有缘 我也是念自然主啊 我那时候考的比较好一点 就是台大机械系 说实在我也不知道 学机械要干什么 所以我多花了一年 为了等你 所以我多花了一年 转到法律系去 听说你也蛮有义气的 说大哥大学念五年 我怎么好意思 四年就毕业了 后来我也念了五年 所以你还是比我慢一点 毕业 所以这样就知道 我们是多么讲义气的 我记得我们 这一路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蛮衰的 怎么说 我记得我们国中毕业那一年 法禁解除 高中吧 国中 然后高中毕业那一年五禁解除 对对对对 那我跟你跟随 我考律师考的那一年 第一次考上律师 还不能直接拿制造 要去受信六个月 就坏的我们都 都首先长大 好的我们都最后一季 没有长到 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个 我们大概这个年纪 就是在旧时代 跟新时代交替的时候 就是像我们 解研 对 因为像我们广电毕业 那时候 我们班上还有一些同学 就是考进三台去工作 那个大概也是三台 黄金年代的最后几年了 但是当时我们很羡慕他 一毕业就年薪超过百万 对啊 我记得你好像 你是不是有在电视台做 对但是我在外置单位做节目 不是在电视台编制里面 所以我那薪水差非常多 差很多 他们因为电视台 黄金年代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年 年终奖金都是什么 十个月之类的 这样子 对 你们是做好以后 卖给他们节目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收很少钱 不过没有关系 都是我们 同学里面有一个走广电的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引以为荣 不敢不敢 总觉得 我认识电影 电视圈的 广播圈的 现在又变电影圈了 没有 其实中间也 当过逃兵吧 也是离开这个相关的圈子 有一阵子 一直到 其实我算电影圈菜鸟了 就是说我来做电影 大概总共也就两年多三年的时间 不到吧 对 你之前好像有做过电子商务 电信什么4G这些的 对那时候在一个电子商务公司 因为那时候老板 因为他在做YMAX 所以也有时候也帮忙一下 YMAX那边 所以你总共做过几个job 你自己统计 算不清楚吧 因为我觉得 我后来都不想update他的名片 因为我的资料库会 可以搜集一本 反正就是我小学同学 王之芳就这样子 没有啦 我要那个电话记得就好了 其实我30岁左右的时候 为这个事情挺苦恼的 好就是总是 其实总到现在 都还会有人跟我说 就是有的小学同学 因为我们小学同学很要好 就有些小学同学会跟我说 小芳其实你这个人 脑袋挺好的 挺聪明的 那你如果肯那个focus 好好做一样工作的话 其实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非常棒 非常棒 就是我30岁左右的时候 其实为这个事情挺苦恼的 就觉得说 我是一个其实好奇宝宝 就对很多新东西 然后会有很浓厚的兴趣 而且当你变成一种习惯以后 其实你pick up东西又蛮快 就因为你习惯做新东西 所以你不会对新东西有一种畏惧 然后你会很快找到一个要领 把它学起来这样子 但是到30岁左右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跟你讲这些事情 然后好像中国人都说三十而立 你好像应该要坚定一个你的志向 就像你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 对 大家会开始问奇怪是怎么样 看完了没有 对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说 那个结婚以前有很多女朋友 要赶快决定一个 并没有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会想说 那我到底是不是要好好的坚守在一份工作上面 但是又觉得很苦恼 又觉得那好像不是我 但是大概30岁那年 我觉得也遇到一个贵人 然后跟他聊完天 我就清楚了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世界上其实需要不同种的人才 有些人他就是跨领域的 这种通常我们就叫做manager 他要懂很多的事情 因为他重点是要解决一些问题 对啊 那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他只会一样东西 别的他都不会 但是他会的很厉害 他可以做到99分100分 专才 对 他说这种叫doctor 他说那我看你没什么问题 你就是好好做你的manager 然后你的危机应该是说 有一天你对新的事情 不再感到兴趣了 那应该才是说你的问题 你不用太担心 从此以后我就觉得很海阔天空 我就觉得是说 像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说 你要好好focus在 你看你那么聪明什么什么 你要好好专心做一件事情 我就会回他说 说其实我觉得我做过的每件事情 都对我的下一个事情 都有帮助 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也觉得是说 你会看到我今天 你觉得我好像头脑还OK 做事情还不错 那都是因为过去的 我做那些事情给我的吗 所以我如果不是以前的那样的 我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我 对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虽然我也觉得啦 好像看看别人能够专心做一件事情 然后做了个几十年 然后慢慢累积他在那个 那个圈子里面的人脉啊什么什么的 好像他也是不错 但是我觉得我到这个年纪 我觉得也看很开 就是说我们人有很多种嘛 我们不一定要成为那种人 我当我现在喜欢做这种人 应该是更重要 对啊 你讲说到这个年纪 听起来有点悲哀 因为你到哪个年纪 我就到哪个年纪 那你还比我小 你讲到就是因为聪明 我觉得越是聪明的人 就是其实他还希望多看一些东西 是 所以不需要那么早定 那经过的每一件事情 对你都会有帮助 是 那你碰过的每一个人 尤其是同学 我们今天是同学会 是 我想问你一下 我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 什么这个阴影 或是什么 现在不是有那什么 什么歌类的五十套阴影 你从小有没有被我霸凌过啊 或是什么的 你怎么可能会霸凌别人 你从小就是那种 被霸凌的 对 就是感觉那种超正义啊 你就是那种 不晓得 就是以前从小认识 你就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生来 就是要当班长的 对 所以小学他也当班长 国中呢 他也当班长 然后就是非常有正义感 然后喜欢这个 也不能说喜欢 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跟 你有一种那种使命感跟责任感 就觉得说 要把班长这个工作做好 那如果大家呢 不听从的指挥呢 就是或者是说 不服从那个 那些班上的一些几率的规定呢 就很神奇 我从小就很担心 辜负选民的期待 对对对 好苦啊 好苦啊 然后你那种生气 又不是说会对大家发脾气 就是你其实是很少发脾气 自己压力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闷在那边闷小段时间 这样 现在大家知道说 为什么现在吴志阳会有这种性格 从小就是这样子的被压迫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阳 今天我们线上的来宾是 跟我结缘有39年之久 可以说这个 不是讲英魂不散 长江左右 长江左右 这个非常有缘分的 这个电影工作 现在是电影工作 他最新的new job 是电影的监制 应该会做一阵子 这次不会再很快的 因为年纪到了 王之芳先生 我们就叫他小芳 小芳再跟大家问候 大家好 我是王之芳 小芳是我国小国中高中的同学 国小国中还同班 高中虽然我们在同校不同班 但是我们都玩一样的东西 我们高中的时候玩橄榄球 我们国中的时候还是古号乐队的 不过我们参加这些几个club 好像最后都关掉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吗 不是不是 高中还有同军团 我们还一起去露营 我们是同志军 同军团没有了 古号乐队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 奇怪是我们表现太差了 我们回想到我们国小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你好像 因为我们家都 我们两家其实住同一条街 走路三分钟 走路三分钟 小芳常常跑到我家 那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玩的 你回忆起来 那时候好玩的东西可多了 其实我们周末就常常赖在你家 对啊 去打桌球 然后要不然就是玩 我记得玩乐高 对啊 你讲别的可能都会出状况 只要说我们去智杨家玩 绝对赶快去赶快去 然后如果就半开玩笑 讲万一去了三天三夜没回来 也没问题 对啊 你们好像 我印象中你们有几个爱玩的 后来晚上跑去夜店 是不是 跑去夜店 然后跟家里面 我去吴志良家念书 那应该没有我啦 那应该没有我 我比较晚熟 比较晚熟 对啊 还有啊 就是国中的时候 晚上都去你家念书嘛 对啊 然后就是念着念着呢 就睡着了 常常都是那个吴妈妈 到晚上十一点多 就把我邀醒 王志芳可以回家睡觉了 对啊 小芳很好啊 他知道晚上我睡觉 他会先帮我暖背 他说 我先休息一下 你先念书 等你念好了之后 再叫我去念书 对不对 因为我是好朋友嘛 就是你要专心念书 那我帮你把床站着 你就不会打瞌睡了嘛 就叫站床 这叫站床 所以我们在很多医院 常常都没有床位 他就是让我 念书的时候 没有床位可以睡 所以我 后来功课还不错 真的这要给你 谢谢 大大的鼓励 你牺牲蛮大的 东南我们念完书的时候 其实也蛮晚的 我就会 把他摇醒 请他可以回家 跟爸爸妈妈交代说 我有去吴志阳家念书 说到小时候的事情啊 就是所有小学同学都会 印象非常深刻一件事情 就是说 志阳为什么老穿那个 你也不能说他是破裤子 就是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个 就是反正运动量比较大嘛 我们都穿那种蓝短裤啊 常常会磨破 我就记得志阳 哇好节俭哦 就是那个裤子啊 后面永远都是车层这样 垫了一个布 然后车子这样一圈一圈 应该是吴妈妈 因为吴妈妈很会做这些 他是家政老师 对啊 所以都是这样 车子一圈一圈一圈的 我就觉得说 很感动 怎么这样一个裤子 可以穿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不是说节俭 这个是新潮 因为我妈妈是这个家政老师 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 小孩子长大很快 所以我妈妈基本上不太买衣服 因为他学校常常会有那种 家政课剩下那个边角料 他就会帮我三兄弟姐妹 做客制化的衣服 然后常 那个时候我印象中 他为了怕我们磨破 他就会在这个胯下 还有屁股跟膝盖 跟两个手肘这边 加一颗 这个加强的布 而且颜色不一样 很明显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 casual smart 这个叫裂装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我到高中还是一样 我们高中是穿卡吉裤 那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份量起来 所以那个大腿啊 那个下面常常不破 可是那一件好不容易才做好的 我们都到那个光 中华商场去做那个颜色比较浅的裤子 但是我穿没有多久就会磨破 所以我下面其实 已经不到几层了 原来的最基本的沙早就没有了 剩下都是后来盖上去的 盖了不到六七层有了 这个我们那时候都很习惯啊 对啊 哎呀就想到真的 以前就常常就是混你家嘛 所以就觉得说很多事情很有趣 因为其实你们家几乎每个人都跟我很帅很熟啦 对不对 那个吴伯伯吴妈妈 然后你姐姐弟弟 对啊 我还记得有一次去你家 因为那时候你就是父亲还是有那些政治厂商的工作嘛 对啊 公职嘛 所以家里有时候会有一些人来吃饭 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吴伯伯酒量很好啊 就在家里会跟他们干杯 我还记得有一次从你们家那个楼梯 因为你们家那时候有上下嘛 对不对 走到另外一层楼就正好遇到吴伯伯伯 吴伯伯有点喝多了 他就拉着我跟大家说 哎 这个是我的儿子 然后转头看一下的同学 我跟你讲 这不意外 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 他在致辞的时候 把儿子的名字讲错 讲成我堂哥的名字 那个吴志良 吴志伟 吴志伟 伟大的伟 牛魔王 对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家里打乒乓 所以这个很多往事啦 那我们也因为家里住得近 我们也小时候就在 放学又在公园里面 打躲避球 打躲避球 对对 所以我现在后来都有时候带小孩子就 回去那个公园 你跟他讲 你爸爸三十几年前就在这个公园下 就在那个树下乘梁 在那边打躲避球啊 又K到什么车子啊 什么的 就跟他讲这好有意思哦 是啊是啊 现在小孩好像就没有这样子了 他们玩别的啦 对啊 他们可能打电动 没有啦 现在说在比较 小孩子少 然后也保护的多 不过我现在因为 以前对你讲的对 就小孩子少嘛 因为以前小孩子很多 你邻居就一堆小孩 常常以前我们就放了学会 一起约在外面玩 对 我们 因为那时候好像自然比较好 是吧 说自然好 我们那个也有 恨死案嘛 对对对 我还记得你有写一个打游诗 关于分尸案的打游诗 真的是太厉害了 时隔三十几年 我还背得出来 不过这个不要 不要影响人家房价 好吗 那我想最有趣的就是 我们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长大以后 开始做不同的行业 是 聊聊你现在这个最新 最新的job 我一直觉得你 虽然中间从事什么 电子商务 然后财务 基本上 你还是跟人比较有关系 所以你做的事情 其实不 比较不是自然处的事情 是 这样讲吧 其实来做电影 我觉得蛮特殊的机缘 就是大概三年多前嘛 然后我总是觉得是说 虽然工作也没有说很不开心 但是我最后一份上班的工作 是有点像是一个IT的工作 那个公司主要就在帮客户开发电子商务平台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IT专案 那公司除了我 除了一个行政 除了一个会计以外 那时候公司最多的时候有五十几个人 就除了这三个人以外 全部都是城市设计师 专案管理经理 对啊 然后我就会有时候觉得说 我一个念广电的人 怎么会搞到最后有一天都跟技术 这样结合在一起 我总觉得说 如果我这一生还想做什么的话 好像这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应该赶快去想说 我接下来要做什么 然后正好那时候遇到我妈妈过世 然后就工作就停了一阵子 停了一阵子以后就慢慢想说 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突然前几年不是流行拍 微电影吗 然后就跟朋友合作啊 就拍了几支 后来就开始觉得 微电影好像有点无聊 因为我就是 我不是当导演吗 就是我的朋友他当导演 然后我就当制片 我就觉得我好像sales 就是每一天 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去找客户 然后找预算 然后来拍你的片子 对不对 然后就是觉得说那个scope很小 虽然做的本身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以前念广播电视 我也做过几年电视相关的行业 就做那个production 是有一种比较让容易让人家有热情的工作 但是去做个sales就有点异心阑珊 所以后来想说那不要拍尾电影好了 我就比如说有没有机会来拍电影 但是对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的人生观已经改变了 因为我觉得上人生上半场的时候 就是还是虽然我不是很热衷追逐名利那一类型的 但是还是会想要说赚更多钱 找更好的职务什么的 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 我其实只是想说很想要去试试看拍电影 没有想说会到演变到后来是自己开了一家电影公司 对那时候开玩笑吗 因为我跟那个听说的导演郑芬芬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她是一个我唯一认识在拍电影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拍电影的时候 我就跟她开玩笑说 芬芬我愿意来当你的助理 我想要拍电影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你怎么可能来当我的助理 还帮我倒茶什么什么 就讲了很多 对然后后来我真的开电影公司 她就说原来那时候说的是真的 然后我说对啊 所以因为你不让我当助理 我就自己开一家公司 而且一样是当助理 高级title的助理 哎呀电影 就是我觉得电影挺迷人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对啊 就很复杂 所以我刚刚也提到 所以我想应该不会这么快再换工作了 因为我觉得那里面有很多 对我来讲还是非常非常新奇的东西 可以让我去发掘 对啊 然后我觉得好像 因为我原来就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从来 虽然我做过这个广电领域很多的工作 但是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是说 好像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因为我过去在很多公司当过管理职嘛 我就觉得好像我过去的一些经验 可以给这个产业带来一些些不同的想法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电影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有想法 我觉得没有拍片的经验不见得是坏事 像我上次讲 我们之前在桃园办了一些纪录片的增见 结果第一名的是两个高中生 他当作寒假作业在做 做到快哭出来做不出来 结果他第一名打败了一堆老手 为什么因为他完全跳脱大家原来 纪录片不就是那个样子吗 是 所以我觉得很有机会 是啊 你说到你说到那个纪录片甄选 我就想到说 我在筹备我前部电影的时候 你也有跟我提到说 我们桃园也有一些电影的补助案 问我要不要来试试看 其实我那时候心里也想说 因为最后其实我也很感谢台北市新北市 都有给我一些补助了 那时候我只是想说 其实我们都觉得智阳是一个不错的人 那我们就不要去给人家找麻烦 对不对 万一有一天我们也是拿我们的案子 其实是我们自己做的不错 可是人家说 那个某某某他是智阳的小学同学 国中同学还高中同学 所以他拿到这个案子 可是那个都是那些民导去 那你也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哪有人是根据事实在说话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支持一个人 我们就不要给人家找麻烦 有很多事我都没跟你讲 比如说也有同学会打电话来说 你跟智阳还有没有在联络 我说有 怎么了 他说我们在桃园 桃园县的什么某某某 什么细节我就不讲 就是老师被开罚单 他说你觉得你可以跟智阳讲 我说我可以打电话给智阳 但是我先请问你 你要我跟他讲什么 是要他不要开罚单吗 还是说你觉得他能做什么 他就自己想想说 还是加倍 对 我就说你自己想想 要我跟他讲吗 他说那算了 对啊 我就说不要 不要找这种麻烦 是 所以 人家知我者没落这个小方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大概个性你也了解 对 就是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对对 不要自己找麻烦 对对对 好 我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小方今天上节目 其实他真的是了解我的人 是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喜洋洋 我是节目主持人吴志洋 今天在我线上的是 我们 我小学的同学 国中的同学 高中的同学 我们认识39年的王之芳 他现在是 德丰电影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他其实是自然组的 后来又念的网电系 那我也是自然组的 从法律系 从机械系转到法律系 我们都有蛮多的不同的历程 那小方在他的人生过程中 尝试过各种的行业 也从事过电子商务 也从事过电信业 也从事过电视制作 现在他跟我一样 年近半百 年近半百的时候 突然想说 开始要做一个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那以我从小对他了解 他就是非常有人文素养 对人也非常的体贴 对人性也有很深刻的观察 所以我觉得他才做这个电影 是再理想不过了 虽然在中间 他刚刚签称说 他现在才是电影的新鲜人 才是第二年第三年的新鲜人 但是我觉得 做电影就是要深刻 他写的 他做的作品 就是要深刻能够感动 我觉得他之前 这么丰富的经历 绝对在让他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的帮助 包括他碰过的这么多的好人 包括我在内 当然 我一定有一些歪理 或者什么名言 会影响他的思考 你现在电影做得很高兴 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 那才两年 你现在做的 你除了是总经理以外 我看你挂的是什么 监制 这个监制制片导演 什么那些 我觉得好 他一个电影很复杂 非常 他title很多 我们常常电影完毕的时候 那电影院都擅长了 那后面在跑那个字幕 跑了好几分钟 奇怪 怎么都还没结束 那到底那些人在干什么 其实说起来大哉问 因为简单讲 就是如果我们一般拍剧情长片 以台湾我们常见的这种规模 因为在台湾 我们市场稍微小一点 所以你不太可能用 一般来讲 不会用太大的资本来拍 但是即便如此 我们一个剧组 也大概四五十个人跑不掉 对 当然里面有各司其职 像我就是挂监制 监制就是半开玩笑讲 就是所有跟创作无关的事 都跟我有关 打杂的 所以我说自己开个公司 然后来当助理 对这公司是我跟杨顺青导演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partner 我们三个人 一起来打拼这样子 对就是因为两年多前 然后就是机缘巧合 就那时候我不是说想要拍电影吗 然后后来我想说 我想不出什么方法 我可以拍电影了 因为这份分也不要我去当助理 然后后来我就去想说 我来上课好了 我去上个课 也许同学有人在拍电影 因为那时候没有想要开公司 我只想说 我去当个打杂的 如果有人 我这把年纪有人 可能用我来当打杂的 我也挺开心的 所以我就想说 总是有同学在拍电影 那我就看能不能介绍 我去拍电影 参与一下 对参与一下 然后没想到我去上课了 后来我去上了 北意大的教育推广班 编剧班 全班同学没有一个人拍电影 全班唯一拍过电影的人 叫做老师 那个老师就是杨顺青导演 对 就找老师了 对 所以后来就跟老师 一起就做了电影公司 我觉得他对我影响也蛮大的 就是说 我以前不太了解 他是杨德昌的土地 就我以前其实不太了解 电影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了很多 那我觉得说 哎呀 跟我想要做的很像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东西 他不要 不要是 出发点不要是为了那个钱 是为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但我们不能讲那么清高 说我们不要钱 因为没有钱 你生存不下去 但是可不可以出发点 不要是为那个东西 那我觉得电影好像 很适合拿来做这个东西 因为他本质是一个文化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取名叫德风 其实你书念比较多 因为很多 我讲给很多人听 很多人没听过德风 你就知道 就是 君子之德风 就那时候我们想的 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先拍一部 我们自己觉得好的电影 然后拍完以后 想办法把它卖好 而不是说 我们先想好 什么样电影会卖钱 然后我们去拍那个电影 你这个电影很奇怪 很特别 你们讲德风 感觉有点品德教育片 那是公司名字 你们的座右铭 品味 品德 专业 人性 对 这个听起来 很像这个以前孔子 如果是进入这一行会取的名字 有点像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党章 那种感觉 文副会的 没有我们就是 觉得说因为电影 这个行业 有的时候 外面的一些人不太了解 然后对他有一些比较停留在过去 或者是错误的印象 就觉得说不是很规范 然后很怎么样 的确我也觉得说 我自己进来 感觉上 好像因为以前在带一般的企业 总觉得说 这个管理上面 好像我们有可以更进步的地方 对 然后为了开跟顺子 就杨顺心导演 我们都叫他顺子 跟顺子一起开电影公司 然后也做了很多功课 那就觉得说可惜 就是说 我们好像都一直认为 那个品位跟市场 它是一个对立面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似乎有点像是 但是那是因为长期以来 就是慢慢就扭曲 变成那个样子了 因为事实上我们看 国外很多好看 然后有品位的片子 他们也可以卖的不错 也许不像最大型的那种 纯商业片可以卖这么好 但是他们仍然可以 有不错的收入 所以我就觉得说 所以过很久 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品位 就是说我觉得品位跟市场 不是站在一个对立面了 对 但是那个需要一个辛苦的过程 对 那谈谈 谈谈你们 近期在做的哪些 有品位的作品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敢讲 我只能说那个是 我们可能就自己觉得说 我们努力了 那我觉得电影不是一个 这么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就是全力以赴 万一这部 没有做到非常好 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觉得好 那也没有用 就再加油 对 第一部完成的作品 就是希望能够在今年跟大家见面 叫做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 对 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说 他有很多对 年轻人对爱情 然后对未来 然后的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年轻人 你到社会上都会想要成功吗 无论是事业爱情 工作等等 你都想要成功 追逐名利 对 那你到底你要先做好人 还是先做坏人 你要先做好事 还是先做坏事 有些抉择 对 就是这里面的好事坏事 当然有点刻板的讲法 但意思就是说 你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选择 有些是你真心觉得可以这么做的 有些是你觉得 好像我不得以这么做 然后再加上这里面也讲很多 现代年轻人遭遇到的困境 比如说他就是 薪水就是这么低 对不对 比如说就是他在怎么努力 他不可能在台北市买个房子 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有很多比较社会一体的讨论 那坦白讲这样子的片子 目前在这个国片市场里面 是会比较吃力一点点 那很多人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请一些人 来看我们的电影 有些人觉得说 好像你这个片不会 很难卖 然后另外有一些人也会觉得说 哇你这个片太好看了 深刻 国片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都有 那我就觉得我们会努力去做 对 那这个片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顺利找到发行商 然后让他尽快跟大家捧面 然后最近在拍一支 就是有一个 过去云门的舞者老师 罗曼菲老师 很多人的偶像 对他是非常多人的偶像 然后他已经走了 到今年是9 满9年了嘛 那我们最近在做这个纪录片 希望在明年10周年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捧面 纪录片 这也是另外一个新兴的市场 对啊 我们上次有之前有找到 蒋显斌 是 你也认识吗 对对对 那他他现在也是专门在搞纪录片 是啊 所以我后来发现 纪录片也是有强调 很重要就是人文的关怀 而且大家现在都说 台湾纪录片拍的比剧情片好看 对啊 因为拍的人是真的有一些思想在里面 所以有他的坚持 也有他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虽然就像你刚才讲了 也许不是很卖座 但是你你久久去看他 他一直都是一个值得 看在看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也要做纪录片 对因为这个机缘巧合 就是因为我们在独一无二的时候 跟陈华人导演这样合作 我们就邀请他来当我们的摄影指导 他过去是这个悲情城市的摄影指导 悲情城市这个得过好多大奖 对对对 我们就很心仪他的那个摄影 所以邀请他来当独一无二的摄影指导 然后合作以后就觉得他很有趣 然后我们就一直很想跟他合作剧情片 对那只是说 因为剧情片我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 然后正好云门又邀请他来拍摄 罗曼菲老师的纪录片 所以他又回头找我 说那你要不要愿不愿意 我们先来帮我做这个纪录片的制作 对所以我们就又先合作了一个这个纪录片 像你们这些除了人家委托以外 通常你要发想我要拍一部电影 你可能就是先从剧本去找 是 那谁要负责这一块 谁要负责这一块 其实从制作或者是说从导演都可以 也都有 对啊 那如果通常比较创作型的片子的话 很多导演他就是最早的故事 他会自己先写 自己先写 对甚至甚至有些导演 像顺子导演 他拍的东西就是从头到尾 基本上是自己写完的 总有参除一些别人的意见 但是都是从故事到剧本 就是他自己写完 先把故事的架构弄出来 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做这一行太适合了 怎么说 我印象中你以前是每次做文分数都很高 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不要客气 我觉得我很适合做这一行 就是说 我觉得我很不适合 我的脑筋里面真的就是法律系的 就是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 构成药剂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适合做这一行的有一个优势 就是说因为我实在做过太多行了 所以有很多四面八方不同的朋友 那其实你知道就是拍电影 真的是非常需要朋友的帮忙 太复杂 对 因为你很多 因为你如果说你要借场地 你要借 比如说你拍一个有钱人 那他开的车子就不可能是普普通通的车子 那你就去借车子 那你如果都没有朋友 那就是去租 然后你的拍片成本就会高很多 对那我其实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 就是在我拍片期间不停的被我骚扰 对甚至还有一个朋友让我非常感动 我就说我打个话给他说 那个我们片子里面 我导演希望有两部敞篷跑车 对他说 哇那我现在只有一部 没关系 就是那一部是他的老板的 那因为他老板跟我也认识 他说没关系老板那一部呢 应该是借你 那另外一部再帮你想办法 那你是要什么牌子 我说我没有限定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他打给我 他说我跟你讲 因为你一直没办法决定 你拍片是几月几号要拍 那这样我很难跟人家借 所以后来想一想 我去买一台来借你 我真的感动到 我说你太夸张了 没有他后来跟我解释说 不是是我本来就想要买 只是还没有那么急着要买 只是想拍了 我赶快先去买来借给你 给他一个借口 对对对 他这样搞不好 他跟他老婆就是这样讲 是啊是啊 哎呦我为什么要买 这是因为我那个朋友需要 不过真的是 我想电影 还是整个文化创意 这个产业一个很龙头的一个 一个事业 我觉得我很高兴你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我现在也无厌 我现在也闲闲 我看看我能够贡献什么 其实我蛮希望是说 你有一天赶快能够 再继续回到那个 那个官职上面去 然后好好做 然后把这个文化的部分呢 把它更想想看 对整个电影产业有什么很好的帮助 那又回到小学时候痛苦的那种阶段 好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闲聊 这个我们小学的同学 王之芳 跟大家闲聊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谢谢大家